哈囉 歡迎收看巴哈姆特電玩瘋第 616 集 ANIPLEX 在線上活動 ANIPLEX ONLINE FEST 2022 中宣布 SQUARE ENIX 的超人氣動作遊戲《尼爾自動人形》 要改編成動畫《尼爾自動人形 version 1.1a》 並預定在 2023 年 1 月播出 活動中公開的製作頒底 將由異山亮絲指導 遊戲總監橫偉太郎共同擔任劇本統籌 動畫由經手過《刀劍神語》 Nicolas 的 A1 Pictures 來製作 2B 和 9S 的深幽則是遊戲原班人馬 《石川遊一》和《花江夏樹》擔任演出 希望在動畫中 2B 的美型屁屁也要完美還原 大家準備一起胃痛起來吧 本週遊戲大消息就是光榮和 EA 聯手推出 東方奇幻少年遊戲《狂野之星》 一起來看看吧 今年的東京電玩展 新遊戲情報不少 但就是少了一點硬體方面的消息 不過電玩瘋可是有到現場採訪的 透過試玩《惡靈古寶八村莊》VR版的機會 在 Capcom 的攤位上搶先摸到了 PSVR 2 不管有沒有買到 PS5 一定還是很好奇這個 Sony 號稱大幅強化的 PSVR 2 能夠帶給我們什麼樣的沉浸式體驗 這次的新機型光是在造型上就改變了不少 將原本位於頭頂竖井用的旋鈕移到了正後方 同時也捨出了機身的藍光光條 取而代之的是正面四個角落的攝影機 同時負責本體與全新專屬的控制器 PSVR 2 Sense 的光學定位 必要時可以開啟黑白的透視影像 直接觀看周遭環境 讓我們省去拿掉頭盔 確認安全範圍和控制器位置的麻煩 而這個改動 讓 PSVR 2 不再需要另外架設攝影機 直接戴上就能夠享受 SONY 號稱的終極的沉浸體驗 比較可惜的就是 PSVR 2 本身並沒有內建耳機 而是要利用背面的 3.5mm 接孔 來接上我們自己的耳機 首次佩戴 PSVR 2 的校準過程跟一代差不多 最大的區別在於新加入的視線追蹤功能 需要我們注視畫面中的光點來校準 但當我們在遊玩惡靈古堡 8 村莊 VR 版時 發現遊戲似乎沒有針對視線追蹤這一點特別做設計 在視覺呈現上主要有特別針對玩家視線觀看的位置 增加局部畫面細節 搭配上支援 4K HDR 的高解析度面板 讓遊戲的本身視覺呈現 比起前一代有著相當幅度的提升 解決了之前在遊玩惡靈古堡 7 VR 版時 只要距離稍遠畫面就會朦朧不清的問題 想要仔細端詳 蒂米特雷斯庫夫人吸引自己手上傷口的玩家們 可以好好期待一下啦 當我們實際體驗到 PSVR 2 時 感受到最大的不同 就是遊戲對於操作的大幅優化 一代的 PSVR 機型在許多部分尚未成熟 控制器也是沿用 PS3 的 MOVE 控制器 沒有特製搖桿的這個硬傷 讓許多遊戲體驗被大打折扣 這次配合二代全新打造的控制器 PSVR 2Sense 終於跟上了其他主流 VR 設備的步伐 提供給玩家順暢的 VR 體驗 有著雙LAP 搖桿並加入自適應扳機 觸覺回饋 甚至是指出偵測輸入等功能 滿足我們在遊戲中能夠進行複雜操作的需求 有了專屬控制器 在玩惡靈古堡 8 的過程中 終於可以直接以體感的方式模擬一森的雙手 不管是瞄準、換彈、砍殺或是防禦 都比傳統控制器的操作來得更加精確 甚至還能夠兩手持不同的武器 以雙倍活力面對來襲的夫人 戰鬥上多了較多選擇和靈活性 而在體驗中小小可惜的地方 就是惡靈古堡 8 畢竟不算是一款以 VR 玩法打造的遊戲 大多數物件並沒有提供互動的選項 就算能夠拿起來也不能隨意擺放 一放手就會飛回原本的位置 整體來說 PSVR 2 比起前一代機型 在各方面都獲得了不少改善 更清晰的視覺呈現 更靈活的操作體驗 這些改進大幅提升遊玩遊戲時的沉浸感 讓演出顯得更有魄力 看到那身材巨大的夫人真的站在我們眼前時 自然就會有種心跳加快以及莫名恐懼的感覺 以上就是電玩瘋從東京電玩展帶回來的 PSVR 2 首次實機試玩心得 PSVR 2 已經確定會在 2023 年初上市 價格部分目前尚未公布 只是老玩家們要注意一點 專為 PS5 打造的 PSVR 2 是不能執行 PSVR 1 代的遊戲 這點其實滿可惜的 希望 Sony 之後可以推出個更新 patch 讓大家繼續在二代機上玩呢 光榮特庫模最近很忙耶 今年 E3 發表了《臥龍 蒼天雨落》 東京電玩展發表了《浪人崛起》 現在又發表了跟 EA 聯合製作的第三個新企劃 《狂野之星 Wild Heart》 本作是由三股雙系列的 Omega Force 跟 EA 旗下的 EA Origins 聯手打造的共鬥狩獵遊戲 先來看一下遊戲世界觀 我們是居住在奇幻大地東上的獵人 要利用失傳的古代技術唐草 來對抗融合自然之力的巨型生物獸 看到這個畫面是不是讓你想起了 逃鬼鑽的美術風格呢 玩法則是採用了類似像魔物獵人的狩獵戰鬥系統 透過各種變形武器和武器 以巨大的獸作戰 整個預告裡最令人印象深刻的 就是變化多端的唐草 這個特殊的機關陷阱主要就是用來幫助狩獵 從單純的跳牌 炸藥 大槌 甚至是揽神槍 唐草有著各式各樣的類型 目前還看不出來具體的應用方式 應該是不會像要塞英雄可以蓋到突破天界啦 但想必殺打造出比魔物獵人更加立體的戰鬥體驗 官方已表示 將繼承Haze Light Studios 雙人成型的精神 讓人蠻好奇獸利遊戲要怎麼樣融合過關合作遊戲的精神 難道是繼承單片同友模式 買一片就可以三個人玩嗎 還是玩一玩就吵起來的部分呢 荒野之星 Wild Heart 預計在 2023 年 2 月 17 日正式發售 而且會在 10 月 5 日公開加長版時機遊玩影片 記得電玩瘋訂閱起來 我們會有更詳細的報導喔 說到最近全球最火熱的遊戲話題 一定就是重回榮耀的《電獄判客 2077》 究竟為什麼這款已經推出快兩年的作品 又再次吸引了玩家們的注意 同時 Steam 上線人數不斷攀升 原因肯定和近期播出的動畫《電獄判客 邊緣行者》脫離不了關係 由 CD Projekt Red 聯手 Trigger 製作的這部動畫 推出後在媒體和觀眾間都獲得了極高的評價 許多看過動畫的玩家們紛紛把遊戲安裝回來 在《夜城聖地巡禮》尋找動畫中有出現的場景 現在畫面中的就是主角大衛所居住的大樓 而動畫呈現的《迷人世界觀》也吸引了不少新玩家加入 目前在 Steam 平台上 每天都有將近 10 萬人同時在夜城闖動呢 另外遊戲的最新版本還加入了和動畫的聯動內容 可以獲得劇中角色大衛的外套和雷貝卡的現彈槍 這當然是一定要入手的啊 目前遊戲已經來到 1.6 版 修正了很多出版的BUG 大幅改善遊戲體驗 還額外追加了新功能和新武器等諸多內容 在最新版本中 終於可以在不影響數值的前提下 邦逼自由穿搭囉 經過這一波動畫帶來的入坑潮 成功的讓《電影幻客 2077》的遊戲銷量回撐 CB Project Red 也在社群媒體上公布 目前全球的銷售量在創新高 已經突破了 2000 萬套 而說好的大型資料片《自由幻局》將在 2023 年推出 對於《電影幻客 2077》而言 一切才正要開始 那當初不要這麼急著推出不是很好嗎 就讓我們期待未來夜城會有更精彩獨特的冒險囉 備受玩家矚目 由絕命一次元製作人操刀的恐怖科幻冒險星座 《卡利斯托協議》《The Callisto Protocol》 到底要講述怎麼樣的駭人故事呢 從最新釋出的劇情預告片中 可以稍微看出一些登尼 之前的影片讓我們知道 黑鐵監獄的變種怪物們有多麼恐怖 牠們不僅嚇人 行動力強 如果沒有徹底肢解牠們 還會來個進化復活 而這次的預告片就暗示了造成這些怪物的元凶 正是這一座黑鐵監獄 背後更有著驚人的秘密 我們要在失控的黑鐵監獄中生存逃脫 立抗失控的變種怪物 並逐步推進劇情找出答案 值得注意的是這次露面的新角色 是知名及黑袍糾察隊中 飾演極珠女的美極日裔演員 福元凱倫 可以期待一下她在遊戲中的精彩演出 《卡利斯托協議》預計在12月2日登場 到底這款科幻恐怖遊戲劇作 是否能夠真的立下恐怖遊戲的新標杆 就讓我們等到12月親自來玩玩看 NCSoft 旗下全新 MMORPG 王權與自由TL 終於在近期公開了大規模內部測試的影片 我們可以看到從下載開始到人物創腳 組隊冒險以及刺激的大型BOSS戰都完整公開了 並展示了全新的移動變身系統 我們將能夠變身為狼、老鷹跟魚類等不同的動物 在廣闊的地形上移動探索 官方表示在變身時還能夠讓其他玩家在上面乘坐 一同探索這廣大的世界 像這樣的變身應該不用抽了吧 戰鬥系統除了大型的群毆BOSS 為了降低MMO 常出現的重複戰鬥 天氣、場地和玩家三方將會互相影響 讓每次的戰鬥都有全新的變化 血流成河的多人工程戰當然也有 我們能和大批盟友組織爬上爬下的進攻 甚至還能夠化身為超大巨人跳上城牆 帶領隊友找出破口 不知道如果大家一起化身為巨人進攻 會帶給敵人多大的恐懼啊 王權與自由 Thorn and Liberty 預定2023 上半年在 PC 與家機平台推出 目前畫面看起來是滿厲害的 就看看承諾能不能兌現啦 韓國遊戲大廠 NEXON 將推出中世紀對戰遊戲 戰場安息地 World Heaven 這是由新馬騎英雄戰的原團隊 所打造的多人動作對戰遊戲 我們將能扮演六種不同武器的戰士 分別是長劍、長矛、長弓、大盾、重錘和幽香 並加入16對16的大型戰場一絕高下 跟榮耀戰魂和騎馬砍殺相比 本作的操作更加容易上手 戰鬥中可以利用武器攻擊、防禦和反擊 每個角色還配有兩種不同的技能 像是可以將敵人推開 甚至是讓敵人浮空進行連段 遊戲有加入有趣的不朽者降臨系統 讓傑出的玩家化身為英雄 施展更加強大的能力來帶領隊伍獲得勝利 模式方面也準備了單純互相砍殺的進攻戰 需要佔領並守護據點的爭霸戰 以及要推著車子闖過戰場中心的護風站等等 同時還有著投石車、火炮等攻城兵器 甚至是滑翔機和馬屁等載具可以使用 打起來比一般的砍殺遊戲還要充滿變化 戰場安息地 War Heaven 將於10 月 12 日到 11 月 2 日 在 Steam 進行 BETA 測試 喜歡砍殺遊戲的玩家們可以先預約起來 一起玩玩看這全新的戰場吧 本週電玩瘋要帶你去東京散步 走到日本橋寶可夢咖啡廳 現在正是萬聖節期間限定的佈置 還有超萌超卡玩意的皮卡丘跟你互動 另外我們還有直播小魔女洛貝塔正式版 趕快旁邊影片點開來看看 記得要訂閱電玩瘋 按讚分享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重要遊戲情報 到這邊看吧 到處你了 goddamn 看一下 有 sec estä 全部 有 慢慢 到 succeeds 월